進步 精彩的原住民族歌舞演出 為活動熱鬧揭幕 為了宣揚與傳承原住民族文化 台湯市政府舉辦一年一度的 原住民傳統文化節 副市長令呼隆達也特別穿起 原住民傳統服飾出席 並且在竹人們的帶領之下 參與祈福儀式 為我們今天的這樣活動祈福 我們再次給我們的頭目 以及現場的長官 掌聲好不好 傳統文化節就是我們 原來傳統的原住民族的 風年祭 那麼這個在我們台中市是一個 非常重要的一個節慶活動 那麼我們有 16個原住民族 那麼我們有24個 原住民的社團 那麼大家一起來參加 這個活動 那麼也是透過 這個風年祭 來祈福 今年原住民傳統化節 邀請24個原住民團體 一同齊聚 這次也規劃神話故事 是舞化展宴兩組傳統武道競賽 分別以傳統樂器 與真人族語演唱 搭配原住民族的音樂 土調 演藝生活記憶以及神話故事 各隊伍帶來精彩的歌舞演出 氣氛宛如風年祭般相當熱鬧 今天的舞蹈 我們就是透過這個布古拉夫的舞蹈 來告訴我們的孩子們 練習怎麼樣來跳這個傳統的舞蹈這樣 透過親子 因為我們是三代同堂 我們要讓這個原住民的這個文化 能夠不斷的傳承下去 我們的主旨是這樣子 我們的特色舞蹈就是一個歡樂 一個豐收 慶祝一個豐收的一個舞蹈的 一個曲面的一個表達 希望大家以輕鬆愉快的心情 來體驗我們在都會區的原住民的 生活文化以及傳統美食等 現場除了規劃原民市集 還特別準備了烤全豬大餐 免費分送給民眾來品嘗 是否也期盼透過活動的舉辦 不僅促進各族部落等化交流 凝聚相信力之外 也能夠讓台中市民更了解 原住民族的文化傳統 介紹不和台中採用報導